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呢 我们要来聊一聊说真话 在说真话的这一个练习呢 是要你们了解 当你们适时的可以在有窗口的地方说出真话 可以去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 人类呢 比较容易依靠在 他可能觉得说他在面对上帝的时候 或是神明的时候 或是他自己信仰的一些宗教 那在他们觉得可以说的时候 他如果跟上帝啊或是神明去说 或是老天啊 像我就常跟老天对话 当你说出你内心最真 最诚实 没有包装 没有欺骗的话的时候 所有的话咕噜咕噜的说 说完之后你内心会去产生一个平衡 了解吗 就是不会堆积在心里面 这样的人呢 也比较不会生病 因为他会有一个窗口 去说他内心想要说的话 那我举例一个 我们人类生活模式的一个例子 我有教过一个学生 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生 那在体制下的教学模式 就是一个老师他可能没有办法用 全心全意去照料到班级上的每一个学生 所以呢 只要比较特别的孩子 可能就会被老师贴上标签 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被他 他列为是可能比较不乖的 或是可能比较有问题的 或是可能觉得是坏孩子 了解吗 因为这些特别的孩子 不管在行动上 或是做法上 或是想法 或是在跟老师的对应 他都有他自己读到一面的 所以 可能在老师的眼里呢 就会觉得说 这样的孩子是不好带的 因为他毕竟比较特殊 不会像一般的孩子 一个口令 然后就是一个动作 他可能会有所反驳 或是不愿意去这么做 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 是有他的道理的 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孩子遇到了我 遇到了我 那我呢 是跟孩子说 我不管在学校里面 老师是怎么样认定你 但是我相信你说的话 了解吗 于是呢 这个孩子在我相信的情况之下 他会咕噜咕噜咕噜的跟我说 比如说 他发生什么事 然后可能老师对他说了什么话 老师误解了他什么 等等 可是我听完之后 我就跟这个孩子说 其实你一点都不坏 你也没有不乖 你只是比较有想法 因为你说出来的背后道理 我能够明白 但是老师可能没有办法 在这么多的时间 去听你讲话 或是去有这么多充裕的时间 来了解你 因为他可能一个人要管班上好多个学生 他必须要在体制下 可能要完成学校给的一些使命 所以导致老师可能本身 他自己也承担了一些压力 了解 所以在这个孩子的背后 有我相信他 于是他可能就有一个窗口 可以咕噜咕噜的讲 那这样子的孩子就 比较不会走偏 毕竟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人相信他的 了解吗 这是一个人类生活模式 所以呢 有信仰的一个人类呢 他当他遇到了生活上的困难 或是在处理事情上面遇到了挫折 或者是被人家误解 或者是他可能承受极大的压力 他如果走到了他相信的 不管是上帝 或是神明面前 然后他只要愿意 咕噜咕噜的去说出来 感受一下 当下是温暖的 了解 那当你当下的感受是温暖 有被包容 有被接受的感觉的时候 你的心灵将会达到一个平衡 当你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 你身上的气流就不会卡住 当你气流不会卡住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会神病 但如果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宗教信仰 或是说他没有办法事实调理他自己 或者他自己身边又没有可以说真话的朋友时 这个时候人类就慢慢慢慢的会有一些气流不顺 那气流不顺呢 就会导致他可能就会生病 所以现在很多人有文明病 文明病就可能容易躁愈 忧郁或是幻想 了解吗 这是比较在我们小时候 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比较不会存在的很多奇奇怪怪的找不到病因的病 都是因为人类在社会上生存 在社会上工作 他知道他为了要生存 他可能面对主管 他心里OS 但不能很老实的跟主管讲 因为他可能讲完之后就被fire掉了 了解吗 那学生也是在学校里他可能心里面的OS 他不可以不可以直接的说出来 因为可能他心里面的OS 可能会有一些不是那么好听的话语时 当他讲出来老师觉得是对师长不敬的 可能这个学生会被计小过或是大过之类的 甚至还会打电话叫父母来说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所以因为我们的社会模式导致我们的人 人类慢慢的不太说真话 只说官方话 只说官方话 所谓的官方话就是对方想听的话 心里面真正想说的话 慢慢慢慢隐藏在心里面的那个盒子里面 越压越多越压越多 导致整个身体的震动啊 气流都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 有一天他就会生病了 了解吗 所以适时的去找到你 你觉得你可以相信的人 或是你可以相信上帝啊 你可以相信你 你觉得你很喜欢的神明 然后可以每天跟他们说说话 你也可以说是倒垃圾啦 因为他不会反驳你任何一句 不会 他就是默默的接受跟包容你 然后请听你想说的任何一句话 了解吗 那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来 搞不好在梦里面他会给你开导 在梦里面他会给你指引 或是在生活上他会给你一些方向 此时你慢慢就开通了 了解吗 所以说真话这件事情 对练习的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 那刚刚说你跟人家说真话 是不是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模式来反省自己 你是不是让你身边的人对你说真话 这也是另外一个练习 这也很重要 当你越能够让你身边的人 对你都说真话的时候 你会活得越来越自然 当你越活越自然的时候 所有震动跟气流 当然都是存在最自然的状态下 就不会卡住 不会卡住就比较不会有什么肩颈酸痛啊 哪里哪里心脏痛啊 然后头痛啊就不会卡住 当你身上没有卡住的震动跟气流的时候 你每个人 你的身上 你的脸上 就好像敷了两层面膜一样 每天都会发凉 了解吗 所以在这里 用小小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说真话的重要性 还有你能不能让你身边的人对你说真话 了解吗 I love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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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